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在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 還是要提到一下 今天下午長龍航空的官方聯繫我囉 並表示到他們這個抖音號 並非他們公司的任何機長所經營 那這個台灣神小機長的抖音號 它裡面的相片跟影片的素材 是小粉紅盜用的 東抓一點西抓一點 一些台灣人的IG什麼的 然後把它都搬運上去 那這裡也是很感謝大家 一起來破解這種中共的資訊戰外宣 那長龍公司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基本上一天之內就回覆 並且調查了這件事情 這個效率應該也是蠻高的 好,那講完這件事情 那說到今天的主題啦 明天也就是5月35號啦 下午的兩點 我也會去台北的自由廣場參加活動 那期待到時候與大家在自由廣場見面 那5月35號也是邁向6月5號的日子 不要問我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中共我就是這樣說的啊 你們看這個香港的民報 為了慶祝自己創暴64週年啊 結果宣傳上說 我們公司成立邁向第65週年 笑死人是不是 看一下他們前幾年是怎麼宣傳 哦,歡慶61週年 歡慶62週年 再來63 然後變成邁向65 香港自從通過了國安法 他的司法制度啊 法治啊 言論自由都在慢慢的縮減 以前香港還可以大規模的悼念6月4號紀念日 現在是完全不行 以前香港有一個六四紀念館 但是在2021年被中共強制關閉 像是一位前香港議員叫做陳嘉玲 他開了一家小店叫做西多 那從5月23號啊他公開說 我要發送6月4號的紀念蠟燭 結果在這短短的七天啊 到5月30號 他已經被中共四個不同的單位 稽查找麻煩了 我們看到香港都被刁難成如此了 那中共國他們所謂的內地 境內不就更慘嗎 確實如此啊 中共每年的例行公事 就是帶著一些在海外有知名度的 異議人士出去被旅遊 像是在北京的知名異議人士啊 高瑜啊 胡佳 季峰 查國健等人 近日他們又悄悄的被帶離北京 去被旅遊了 中共在每逢一些重要節日的時候 都會這樣 譬如說 7月1號的黨慶對吧 十一國慶 還有像是我要展開什麼二十大會啊 或是這個所謂的兩會啊 這一些日子 明天的六四 他們都會把這些抗議人士 帶出去被旅遊 那這樣做也是為了避免 他們可以在街上遊行抗議 甚至跑去這個美國大使館 或是英國大使館 去尋求政治庇護 然後讓更多的中國人 知道或是回想起這段歷史 一方面也是要讓一些腦波比較弱 用民主國家的思維去看中共國的人 看見 你看中共不會隨便消失這些異議人士喔 他們還可以自由的去背旅遊呢 可見中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啊 殊不知出遊的盡頭之外 都是國寶都是黑衣人 這些影片啊 我們以前也都分享過了 但至今還是有些台灣人視而不見 通常大家也會發現喔 這一類人 剛好也是反對228紀念日的那些人 基本上是同一批 同一個脈絡 而在去年十月中旬啊 中共召開20大會議 當時有一個叫做彭仔洲的人 跑去四通橋抗議中共 讓聖上下台 這個也被譽為是白子運動的前哨戰 結果這個人被消失至今毫無音訊 那為什麼他會被消失 其他異議人士喔 我剛舉例的那些人 他們不會被消失呢 區別就在於彭仔洲這個人是因為這個事情 成名而消失的 而我剛舉例的那些什麼高瑜這些人士啊 他們是在中國已經有一些威望 有一些名譽 他們才去做抗議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本質上會差比較多 像是陳秋實嘛 陳秋實就是屬於像高瑜這樣子 被旅遊被監禁的人 那現在有很多的北京居民發現 位於三環西路 和中關村大街的交會處的四通橋路牌啊 近日被拆除 那這不免令人家聯想到 中共是否害怕6月4號這一天 也會出現一樣的事情 而四通橋又跟六四的諧音 有關係 當時這個四通橋事情爆發之後啊 中共國不是就出現了一些 詭異的職業嗎 什麼守橋人對不對 還有這個守廁所人員 那現在中國很多的遊戲平台 跟社交軟體又開始常規操作了 在6月4號啊 這幾天這兩三天三四天啊 的期間會禁止你改名 或是會用系統維修的名義 不讓你登入 那當然嘛 他們不會擺明的說只有6月4號那天嘛 一定會說從6月1號6月2號開始 然後到6月5號6月6號甚至6月7號 每年都是這樣嘛 帶大家來看一些截圖 像是這個劍網3的社交系統維護公告 他就說了 6月3號到6月5號啊 遊戲內的隊伍頻道 團隊頻道 密屏頻道可用 但其他頻道無法發言 就是你一般公開的 給全伺服器的人的發言 你是不能發言的 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劍三遊戲內 在6月3號到6月5號的期間內啊 團隊招募 師徒招募 幫會招募 僅能用彩定系統 默認的文字進行招募 啊 禁止角色改名 禁止家園留言版功能 蛤 各位瓜爺們 由於系統維護升級 我們將在6月2號到6月7號 臨時關閉遊戲內 所有發布系統 包括聊天修改暱稱 公告 個人簽名等 哇 中國的每家公司 你們都已經協定好 我們中國的伺服器 就是那麼牛逼啊 就是一定要在6月2號到6月7號 這期間的某幾天啊 不能改名 不能做什麼事情 但你一樣可以 自由的 玩這個遊戲 只是你 不能公開的喊話 哇 原來這叫做系統維護喔 親愛的 用戶您好 6月2號到6月6號 我們將技術升級 以下功能將受到影響 一 暫停修改暱稱 和簽名 二 暫停投降的更新商傳 週六跟週日 也就是6月3號跟6月4號這兩天啊 不允許戶外直播 遊戲主播不允許播外服遊戲 就是外國的遊戲啦 如播外國遊戲呢 最好做好遮擋聊天框 暱稱等 因為外國遊戲說不定會有人會講到六四 對吧 那這個外國遊戲中共又管不了 所以中共禁止了他們這樣做 還有招募志願者 時常豐厚招募志願者於6月3號6月4號晚上對北院1到北院4的大樓進行安全巡邏 來 6月3號到6月5號這三天 所有官方禁止發布內容 各平台的KOL禁止發布跟產品相關的推廣內容 6月6號週二就可以解禁囉 各官方負責人員需注意觀察過往內容評論風向 評論轉發嚴禁出現包括但不限於 點蠟燭表情 含義不明的數字 口號標語 坎克 有年代感的老照片 成龍 譚詠麟 曾志偉 梅艷芳等 香港藝人 韓人群聚集 維多利亞港 天安門 宜和園 蠟燭 物體 排成一排的圖片等元素 必要時將關閉評論區 直到解禁日 注意 官號轉發數 評論數 點讚數 不得是敏感數字 要不要中國以後的數學改成 123570 這樣就好了 123570嘛 那四個很敏感的數字不能講嘛 對啊 你們中國數學改成這樣 到底在幹嘛啦 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六四期間 中國大網紅李佳琦 在直播上拿出了坦克蛋糕 馬上被毫無理由的封禁 很多粉絲都傻眼 怎麼突然不見了 怎麼突然下坡了 事後 這個李佳琦斷了好幾十個代言 對不對 也斷了幾個月 也省引了好幾個月 今年才復出 其實大概率就是 李佳琦團隊 不知道坦克 代表著什麼 抑鬱著什麼中共的玻璃心 所以出於動機與心態 才沒有被全面封殺 只是懲罰你幾個月 讓你損失毫無疾疑的代言 但你還是可以付出的 但如果你今天是故意而為之 像是直接在這個 公開直播上拿著坦克說 你們知道八九六四嗎 你們知道怎樣怎樣嗎 那下場就是全面封殺 我信小粉紅你們可以去抖音 或是中國的直播平台 討論看看 你們不一定要支持 所謂反賊的立場 你們就支持當年黨的立場就好了 像是你們可以說 六月四號這天 成功挫敗西方顏色革命 第三十四周年 八九年政治風波 我黨在天安門打的組合拳 可不可以漂亮 鄧小平同製作的行為 還非常正確 趙紫陽跟胡耀邦等人 都是被洗腦的漢奸 你們連公開討論支持黨都不行 知道嗎 這就是李家綺悖論 當你在不被告知的情況之下 又被要求不能知道這件事情 但這個同時 你又會因為知道了這個事情 而受罰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就是我說的嘛 中共現在的社會氛圍就是如此 有些事情 有些人 你知我知大家知 放心裡吞下去 悶聲大發財 就好了 為什麼要說出來呢 你說出來就是眾矢之地 說出來就是給台獨啊 還有一些境外勢力遞刀子 那這個事情的調性 就會變成你的問題 我們用盡一切辦法 哪怕滴水穿石 耗費了好幾十年 甚至百年的時間 也要幫助中國民主化 因為幫助中國民主化 也是緩解台灣危機 我們這代如果看不到結局 那我希望我的下一代 我的下下一代 可以盼到這天的到來 但我們都要努力 幫助中國民主化 才是解決中共威脅台灣 最本質的問題 所以台灣人不管是內政外交 我們都要各自努力 今天我們的內政再好 中共一個打過來 我們大家的敵我意識不清 反抗意識不清 不巧 如果當時的執政黨 又在弱化台灣的國防 那即便你建立一個所謂 內政很高分的政府 那你打輸中共 你敵我意識不強 你直接投降了 那你的內政會直接變成零分 因為你被中共統治 你做的再好賺了再多的錢 但你不懂得怎麼保護自己的財產 有什麼用 而台灣內政 與經濟要好 唯一智本的辦法 不也是幫助中國民主化嗎 當然啦 中國一旦民主化了 一定還是會有很多大一統的思想 我要武統台灣 我要統一台灣 雖然我民主 但我們是一家人 但如果中國今天不民主化 這一系列的公開討論 和平的討論 都是沒有意義的 中國只有民主化之後 這些人才會用了十幾二三十年的時間 才會意識到 喔我們尊重台灣人的選擇 喔台灣人可以有這樣的選擇 喔我們不需要去干涉他們 即便我們台灣現在才民主化了三十年 我們台灣還是有人有大一統的思想 是需要時間去教育去淡化 但是前提是中國必須得民主 其實我們台灣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在面對一個14億人口的 大國壓力之下 強敵環勢之下 我們還可以有這樣的經濟成績 我們台灣人真的很努力 今天新加坡他運氣不好 他位置剛好在海南島 或是在台灣 也就是在中共旁邊 那中共也從1949年之後 天天軍機繞新加坡 軍演說新加坡啊 因為也是華人嘛 自古以來血脈相連 而且用當時中國正在崛起的人口紅利 這樣的龐大的經濟誘因 去逼迫各國跟新加坡斷交 在培養新加坡在野黨的代理人 甚至是收買一些 潛供的新加坡執政黨人員 在民間上宣傳一些 敵我意識不清的論述 農場假的新聞 那新加坡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招商跟投資環境 當然我不是說新加坡不好 我只是希望台灣人不要過於自卑 所以身在台灣的我們要一起努力 在外交在內政上各司其職 那我的頻道就是專門對外 那當然也有其他頻道是對內 這不衝突嘛 社獨日記就不敢說台灣內政搞清楚 今天台灣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要經營的主題去討論 而中共不行 不然你舉一個 在中國說中國內政的頻道 中共不好的頻道 你舉一個 至今還是在做的 你舉不出來 但我舉得出來台灣有誰在做台灣的內政 所以今天不是說社獨日記不講台灣內政 就代表全台灣媒體或是自媒體都不討論 檢討台灣內政了好不好 不要再當腳屎棍 所以我還是搞不明白 為什麼反共會影響到你們支持的政黨呢? 莫名其妙 影片的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社獨日記的全新貼圖 超實用的LINE貼圖 巴虎已經上架了 裡面有各種滿滿的入滑素材 像是這個腦羞的玻璃心 嚴正抗疫之類的 這些也都是可以用在日常LINE貼圖的 那這波貼圖之後 我們的這個巴虎也會以其他的形式 跟大家露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最後也是想回饋一下 各位粉絲們長期以來的支持 只要你是社獨日記的頻道會員 在底下幫我留言你最喜歡哪張貼圖 我們就會在下周一抽出十位會員 免費送這個LINE貼圖給你 還沒加入會員頻道的朋友 歡迎加入支持我們創作更多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到最後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切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虎 下次見啦